中共二十大闭幕后 中国掀起了一轮新的主场外交热潮 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 于10月30日至11月1日访华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夏巴茲·谢里夫 正在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近日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 萨米亚·苏卢胡·哈桑 德国联邦总理舒尔茨也将先后访华 针对多位政要为何选择此时来访 专家认为 外交来访热潮 反映出国际社会对中共二十大普遍关注 并希望了解中国未来如何发展 寻求与中国合作的机会 在党的二十大胜利闭幕以后 二十大报告释放出了稳定发展合作和创新的信号 已经被这些国家敏锐地捕捉到了 我想这些国家更多地看到了 和中国推进合作 密切交流利益和价值所在 专家认为 近期多国政要的来访 释放出与中国开展经贸合作的积极信号 从最基本的经济规律来讲 全球化和在全球配置资源 这是最合理和最有效的 亚洲现在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 而且非常有潜力 在亚洲经济增长的动力源里面 首推就是中国 现在咱们中国已经是一个工业体系比较完备 而且贸易 投资 产业发展都非常迅速的 这样一个经济体 所以首先在经济层面 我想对亚非德国家 都有不同程度的巨大的吸引力 中德之间的共同合作的利益是巨大的 而且这个利益 这种共同利益在今后还会越做越大 所以我们看到这次德国工商界 对于参与舒尔茨总理的访华 态度都非常积极 而且在行前也都表达出了 对未来继续加全和中国合作的信心 在近期来访的多国政要中 德国总理舒尔茨此次访华 应创下多个首次较受关注 这是舒尔茨任内首次对中国的正式访问 也是中共二十大召开后 西方国家领导人对华的首访 专家认为 这表明了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 也有积极合作的一面 此次外交来访热潮 也为外部世界更好的了解中国 提供了利好条件 这次德国总理舒尔茨率团来访 应该说预示着 咱们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 其实也更有积极合作的一面 近两年来受疫情 以及敌人政治变化的一些影响 中共之间在相互认知 在政策逻辑上应该说正在进行比较大的调整 所以我想这次舒尔茨总理来访 进行的一次和中方的密切的沟通 这个沟通我想接下来 它会更好的帮助国际社会来理解 咱们中国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和政策目标 我觉得中国需要让外部世界更好的了解 在这种混乱的国际舆论中 特别的需要一个毛 一种定海的神针 或者一种定性满 那么我们能做到的就是说 无论世界风云如何变换 中国是坚定不移的要走现代化的道路 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要走开放合作的那种道路 我们下一步的就是把这样一些愿望 把它变成具体的合作项目 所以他们亲自来看一看 他们来了解一下中国的发展 我觉得是大有好处的